我們念的小學是 這一間學校的姐妹校 所以我從幼兒園 就去讓我的小朋友念中山小學 所以其實我花了八年時間 在準備這個東山 結果是一場笑話 家長欺詐了 非盡心思要將孩子送進 北市升學名校 東山高中副社國中部 卻沒想到忙了八年 到頭來卻是一場空 已經收到入局的通知 然後我們也都按照他們的時間 到校來繳費 然後又二次來領制服 我們光排隊也是排了兩個多小時 非常的炎熱 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了 那當然也是有一些交通安排 補習班也都找好了 錢也都付了 現在突然他又告訴我說 沒辦法去就途了 我兒子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途 但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暑假作業都寫好 甚至花了一萬零六十塊 買了全套制服書包 但開學前卻無意警被告知 沒學校唸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今年3月9號 東山高中副社國中部舉辦考試 約2000人報考 只招收630人 校方隔天通知錄取 16號報到繳費 5月底領制服暑假作業 6月21號早上 卻有142名學生 接到校方電話 告知因為超收不能入學 加上指控校方隱瞞超收 學校坦言招生作業疏失 將合退預繳的兩萬二 再加上兩萬二補償金 但名校夢遂 北市教育局甚至坦言 從沒發生過這麼嚴重的超收事件 過往超收通常都是因為同分 或是雙胞胎要同校 學校才會申請超收兩三名學生 協助著142位的學生 回到原設計學區的學校進入就讀 會重重懲處 教育局說正話 將會祭出30萬到150萬 不等罰還 不排除減招 甚至停招處分 畢竟142名學生 無效可唸 真的是非常誇張 明明學夢在美程伯翰 台北報導